排骨饭之前就不太肯定这个人就是悟空 现在他确定了 在力量大会上 你给人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虽然有很多人都不在现场 但是大家都听说了有关于你的事情 一介凡人竟然能够领域自在极异 还有 每次当你就快要完蛋的时候 你总是会站起来给每个人惊喜 当我听说你成为破坏神时 我就想要见见你 恭喜你 成为破坏神中的一员 悟空笑着说 不知道自己很有名 但仍然感谢对方的夸赞 作为一个新神 排骨饭认为自己有必要 给悟空讲述一下宇宙的历史 其他的诸神也听好了 这也将成为今天会议的前行 悟空表示自己会尽量保持沉默 排骨饭继续说道 请大家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听 因为我不会再讲第二次 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所说的东西和今天大不相同 这一切都始于巨大的虚无 直到有一天 被称为至尊神灵的强大生物诞生了 他们拥有创造整个星系和摧毁的能源 共有七人 相信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 其中一位神灵 他被称呼为拳王 是最终统治者 听到这里 悟空就有点困惑了 拳王是一切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你是说 还有人比拳王还要强大 排骨饭笑了笑 我就知道你没有听说过 那我就告诉你吧 拳王确实是万物之神 但这只是在你的故乡 你所知道的十二个宇宙 本身就是一个区域的一部分 简称为帝国 十二个宇宙被大神官管理着 而大神官的上司就是拳王 护卫是 介于这两者之间 帝国可以说是拥有十二个宇宙 也就是从行星 到星系 到宇宙 再到多元宇宙 再到帝国 就像天使破坏神 会被分配到一个宇宙一样 拳王会被分配到多元宇宙 其他帝国也有自己的拳王 用悟空的话来讲 十二个宇宙只是帝国的一部分 这十二个宇宙被称为帝国 它只是其中之一 大家都各司其职 但是有一个例外 在很久以前 在我们存在之前 就有一位之尊神被贪婪所占据 他的名字叫扎拉特 他对控制和权力渴望 让他不仅想统治自己的领域 而且无限扩大他的领域边界 拳王帝国是他们中最弱的 所以扎拉特和他军队 首先就是进攻这里 他派了一波又一波的士兵 慢慢削弱的拳王的防御 悟空这时提出了一个问题 拳王可以抹除任何东西 那这个扎拉特肯定没有机会 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拳王确实有能抹除任何东西的能力 但是只能在自己的领域有效 他根本无法对其他领域的物体 和众生做到这一点 拳王确实很强大 但只限于他的领域 此外 他最大的缺点 是他没有任何战斗能力 因此 他在对拥有强大战斗能力的 扎拉特面前不堪一击 在一场公平的 一对一的战斗中 像个孩子一般的 拳王没有机会赢 双方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争 但在其他帝国的帮助下 也许是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援兵 拳王击退了来自侵略者 最终 扎拉特被永久封印 神力被分为五种强大的存在 这些存在被称为魔兽 每个人的力量都远大于破坏神 他们隐藏在拳王各个宇宙中 悟空听完故事后就兴奋不已 悄悄询问比鲁斯 你都知道这些事吗 比鲁斯一脸不屑 我当然知道 包括他告诉你的一切 利吉尔认为比鲁斯在说谎 排骨饭继续说道 在扎拉特被封印后 消息迅速传遍了他的王国 由于他与各种神灵的争端 他的王国陷入史无前例的恐慌当中 之后 一群来自扎拉特界的强大神灵 被称为五大法师 入侵了拳王的地界 寻找这五只魔兽 他们想将他们召集起来 复活扎拉特 正因如此 又一场战争开始了 但是这一次 拳王的地界做好了充足的防御准备 其他宇宙的诸神联手击溃了法师 也将法师们封印了起来 尽肯求排骨饭不要这么谦虚 据我所知 你参加了那场战争 在最后一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悟空听到这个又兴奋了 所以说你非常厉害 排骨饭自己也承认了 确实是有我的一部分功劳 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详细了解这些事情了 小丑神同意 他也认为这足以讲述一天的故事 我就直接开门见山好了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说实话 天界法师已经解开封印了 众神皆是一惊 你什么意思 法师们不是一直都在天界守护者的监视下吗 确实 但最近守护者在虚弱的时候遭到了袭击 这也导致了安禅大师的死亡 第七宇宙的破坏神尘丝片刻厚道 是虚弱的时候遭到攻击的吗 虽然现在下定论还早 但这明显就是天界护卫队出现了叛徒 排骨饭相信 有人已经渗透到了天界并在暗中工作 眼下连天界守护者都不值得信任 就在这时悟空举手叫停 他需要有人向他解释这些天界守护者是什么玩意 比鲁斯没有心情 皱着眉头让他闭嘴 现在没有人愿意向他解释一切 利吉尔再次嘲讽比鲁斯 说得好像你懂很多似的 伊旺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据你所说 天界法师的解放不是最近发生的 对吧 那么你为什么等到现在才向我们报告呢 事实上 法师们逃跑后 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我们也不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通知各位 我是真心希望在通知你们之前通过追踪他们的踪迹找到他们 但直到最近 我们才知道法师们确实在这里 因为在第七宇宙 祖诺被绑架了 超级龙珠也被摧毁了 这分明就是他们做的 这是一场公然的挑衅行为 奎特拉斥则比鲁斯一定是个白痴 怎么能让这种事发生在眼皮底下呢 比鲁斯羞愧地解释道 我怎么会知道 宇宙这么大 悟空说自己的宇宙也有龙珠 也许那个人去了那里 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 排骨饭认为 现在不是责备谁的时候 我们当务之急 就是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大家都听着 天界法师有祖诺的知识 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魔兽的解 一旦他们完成了这个任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就不用多说了 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据我所知 两只魔兽在第七宇宙 一个在第八宇宙 一个在第十一宇宙 另一个在第六宇宙 悟空想不到第七宇宙竟然有两个 排骨饭开始布置接下来的行动 我需要所有在自己宇宙 有一头魔兽的破坏 神仙赶回自己的宇宙 那些宇宙中没有魔兽的破坏神呢 排骨饭建议他们先回到自己的宇宙 并做好准备 一旦天界法师意识到 他们被发现了 他们无疑会改变策略 天使们目前正在与大神观开会 如果情况严重的话 他们也可能会出手 由于目前所有的宇宙都因破坏神和天使的缺席而变得薄弱 所以所有破坏神都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回自己的宇宙 比鲁斯十分同意 并表示每个人都会开始行动 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 最后 排骨饭警告众神 他们自己有可能会成为天界法师的目标 所以 准备好迎接一场大战吧 这也正是悟空所期待的 众神会议结束 等待着悟空的是什么挑战呢 他回到自己的第六宇宙找到魔兽后 会被允许到第七宇宙帮助比鲁斯吗 此外 弗利萨与古拉是否会与法师们联手实现共同目标 在宇宙的某处 一座悬浮在空中的宫殿显得格外的突兀 从里面传来了抱怨的声声音 看在上帝的份上 那个混蛋再也醒不过来了 泰拉用手猛烈地拍了一下桌子 布拉金 你对他到底做了什么 布拉金发誓道 我什么都没有做 原来在祖诺绑架期间 遭遇了飞人的待遇 时间回到现在 布拉金表示自己的宠物只是太想要玩了 但祖诺太弱了 泰拉恨得咬牙切齿 现在敌人将会有更多的时间行动 如果祖诺现在有意识 我们早就掌握了想要的信息 找到魔兽了 就在这时 一个神秘的人走了进来 祖诺已经醒了 布拉金和泰拉 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这件事 就交给你们吧 这个突然的命令 让两人有些不知所措 两人来到牢房 开始盘问祖诺 我想你已经知道 我们想要什么了 对吧 祖诺表示自己确实知道 你们不就是想要五大魔兽的位置吗 泰拉手中聚集了一把气刃 威胁祖诺 现在就把一切都说出来 没想到祖诺 竟然直接给拒绝了 泰拉问他什么意思 祖诺表示自己 什么都不能说 唯一能让我说出来的方式 就是接吻 最好是一个漂亮的人 泰拉骂道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敢这么说话 你不怕死吗 祖诺说出原因 当初弗丽萨威胁我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 所以 我决定克服这个弱点 为了克服这种恐惧 威胁对我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如果我死了 你就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泰拉可不在乎这些 就在他准备杀死祖诺的时候 被人一把推到了一边 我会吻你的 我就喜欢你这种类型的 眼看着就要被钦到了 祖诺大声叫对方走开 你这只癞蛤蟆 我不接受你这种丑陋的吻 你刚才叫谁癞蛤蟆 你太粗鲁了 只可以叫我这个垃圾 泰拉一把将布拉筋推开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也想要玩 就只要一个吻 我们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吗 我可以不只会一种方式 泰拉过步上前 亲吻了一下祖诺的脸颊 然而面对泰拉的一吻 祖诺依旧是不为所动 泰拉带着灿烂的笑容 问祖诺 你喜欢女神的吻吗 祖诺决定她只能问她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 你再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 现在你可以问我第二个问题 这也算是一个问题 对 你没问题了 泰拉骂道 你这个混蛋 就在这时 一个带着兜帽的人走进房间 嘲笑他们两个是新手 就让我来示范一下 如何从祖诺的口中问出答案 神秘人伸出了一只手 朝着祖诺释放魔法 祖诺发出了无奈的声音 等她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被四位美女给包围了 这实在是太刺激了 你们可以问一百个 不 一千个问题 但这只不过是幻觉 两人大跌眼镜 神秘人轻声笑道 没有人比我更适合 在十二位破坏神聚集之后 排骨饭就交给了破坏神一个任务 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宇宙中 寻找五大魔兽 或者准备一场大战 在第七宇宙 比鲁斯询问排骨饭 在所有的宇宙中 为什么你会选择跟着我 我认为这个地方十分值得注意 祖诺不光在这里 还有龙珠 两只太古魔兽也在 这里很有可能就是 法师们最先发动攻击的地方 也可能是他们更加关注的地方 自从你们宇宙赢得力量大会后 第七宇宙就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 这里是我的家 我的宇宙和曾经统治过的地方 比鲁斯也不知道这件事 你统治过这个宇宙 排骨饭表示 我就是这里的第一任破坏神 塔伦肯定提到过我 维斯在我小时候就开始训练过我 比鲁斯傻笑着听说过排骨饭的名字 但是记不清了 排骨饭则被比鲁斯 竟然不知道自己宇宙的历史 你应该知道上一任的破坏神是谁 这是常识 比鲁斯吐槽道 你就像塔伦大师一样 排骨饭叹了口气 塔伦告诉我你很固执 比鲁斯惊讶道 师父说过我吗 按理说 上一任的破坏神应该 在我寄人后死掉才对 排骨饭翻了个白眼 你还真是聪明 你师父和我一样 被神灵杀死了 所以他也去了天界 我们死后相聚 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天界守护者 即便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和塔伦依然是同伴 比鲁斯问排骨饭 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他已经死了 在最后一次袭击中死了 像大多数守护者一样 比鲁斯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不过他也理解 悟空回到自己的星球后 想起了排骨饭所说的话 这个宇宙有一只强大的魔兽 还有一些坏人来找他 一想到这里 悟空就兴奋不已 不知道能否与他们战斗 悟空环顾四周 发现巴朵斯还没有回来 现在该怎么办 我都不知道那东西在哪里 我对这个宇宙也不是很了解 悟空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或许借王神能够帮助他 就在悟空准备要用瞬间移动的时候 才知道自己并不知道这个宇宙的 借王神在哪里 悟空急得抓耳挠腮 巴朵斯小姐肯定提到过这样的事情 他努力思考着 时间回到几天前 悟空正想着需要多少时间 才能控制这股力量 悟空先生 请听我说 了解自己的宇宙真的很重要 悟空向巴朵斯道歉 他的课程有些无聊 所以他分心了 但从现在开始 我会注意的 我保证 巴朵斯长舒了一口气 好的 我会让你变轻松的 巴朵斯用自己的法杖投射出第六宇宙的影像 我们的宇宙就是这样的 在万物之下是魔界 魔族王国的上面是凡人的世界 是凡人居住的地方 凡人之上就是宇宙 这就是你们通常所说的天界 那里有地狱 蛇道 环绕地球运行的是其他星系 其中的中心是至尊星球 每个宇宙的创造之神都居住那里 当然 还有毁灭星球 这是悟空的星家 也是两人现在所在的地方 时间来到现在 正如巴朵斯小姐所说的 这个星球和他的星球都在地球之外 这意味着 我可以忽略掉地球上的每一个能量 以及地球之外的东西 看起来这个星球也在不断移动 但没问题 悟空很快就找到了目标 并感谢巴朵斯小姐 悟空顺移到了界王神界 此时的界王神正在和老师进行的训练 悟空捂着头问 为什么想要杀我 界王神请求悟空不要再这样吓自己 神仆问悟空 到底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悟空告诉神仆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很紧急 与此同时 在第七宇宙的破坏星球上 背基塔正进行的训练 他当摧毁了一块巨石 正如我所想象的 我的修为增长了许多 就在这时 背基塔发现有什么人过来了 原来是比鲁斯和排骨犯 伤势已经好了吗 几个小时前 我和维斯一起离开的时候 你还处于冰死的状态 背基塔说他醒来后 就已经完全康复了 所以他决定来训练 比鲁斯抱怨背基塔这个人实在是固执了 这些赛亚人真是没有希望了 就在这时 背基塔注意到一旁的排骨犯 这家伙 即便是感觉不到他的能量 但他浑身却散发着一股可怕的力量 甚至比比鲁斯还要强大 比鲁斯向背基塔介绍排骨犯 他在我们的宇宙中有事要处理 排骨犯环顾四周 发现维斯并不在这里 维斯没有回来吗 看来他现在还与大神官在一起 真遗憾 我本来以为能再次见到他的 背基塔惊呆了 你知道维斯 排骨犯解释道 我是维斯的弟子 这里的第一任破坏神 也就是比鲁斯的前任 尽管背基塔对第一任破坏神感兴趣 但比鲁斯打断了他 废话就不要多说了 我们直接谈重要的事情 排骨犯 你到底打算做什么 排骨犯认为他们两个都可以追击邪念波 他被弗利萨找到了 是你们宇宙的凡人 所以 我希望你们能过来帮我对付凡人 背基塔想不到弗利萨这回 终于踩到地雷了 比鲁斯接着询问魔人不殴的剑怎么办 悟空没有破坏的部分 他的剑也在这个宇宙中 排骨犯叫他不要在意这些 在破坏神参加会议之前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已经让可靠的守护者将其取回 运送到天界 我保证 他在好人手中 在宇宙的某处 突然 一道身影迅速窜出 他就是排骨犯口中所说的守护者 他已经拿到了魔人不殴的剑 比鲁斯有点不解 既然已经有人来找魔人不殴的剑了 那他为什么还要过来 我必须要找到一只魔兽才行 就像悟空那样 贝吉塔注意到卡卡罗特已经开始行动了 其他神应该也是如此 排骨犯解释 为什么不将任何魔兽单独留给第七宇宙 就像我之前说的 这个星球将会成为敌人的目标 因此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减少战斗 不幸的是 第七宇宙的破坏神是一个不喜欢承担责任的大神 保护邪念波和魔人不殴的剑很重要 听到有人这么评价自己 比鲁斯嘲讽了几句后走到了一边 从兜里掏出了耳环 贝吉塔 这个给你 贝吉塔问这个耳环有什么用 这个是证明你能够使用破坏力量的象征 这样一样 你就能代表我了 排骨饭问比鲁斯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有什么打算 比鲁斯打算将这个任务交给贝吉塔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要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交给一介凡人 真是太荒唐了 比鲁斯认为 自己是这个宇宙的破坏神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现在我想打个盹 比鲁斯转身离开 排骨饭说自己对他很失望 一点担当都没有 比鲁斯挥手和贝吉塔告别 贝吉塔一边戴耳环 一边问排骨饭 你说弗利萨也参与到其中了 那你知道弗利萨的位置吗 老实说 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只是在祖诺的星球上见过他 你们既然认识 那肯定能找到他的气 贝吉塔觉得他应该离这里很远 有瞬间移动的话 我们可以很快找到他 但是 除非他散发出强大的气 否则 我无法从这里感知到他的气 排骨饭愿意帮助贝吉塔 他希望贝吉塔能专注于寻找弗利萨的气 于是 排骨饭把手搭在了贝吉塔的肩上 贝吉塔一惊 你在做什么 排骨饭解释道 我是用了一种力量来增强你的感知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找到弗利萨了 对于别人的帮助 贝吉塔一脸不屑 多么可耻的流氓啊 贝吉塔很快就找到了弗利萨的气 叫排骨饭将自己带到那里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